高速公路上一部蓝色小发财车 车斗栽了好大的西瓜 整个车斗就只栽了下一颗 还出动四五条绳子五花大绑才能固定住 这重量级西瓜看得民众好傻眼 一路千里迢迢从云林载到加东 吸引许多人上前拍照 那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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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真的 对我本来以为是真的 听到西瓜是假的 民众好惊讶 原来这颗巨无霸西瓜 是用玻璃纤维制作 两公尺高一公尺宽 和一般西瓜比一比 至少搭上二十倍 业者为了推广活动 特地运来摆在现场 果然吸引不少目光 两百多颗大西瓜 摆在路上一字排开超壮观 今年端午不立蛋 加东乡民举办立西瓜活动 看似简单 但西瓜一颗可不清 民众费尽力气搬起西瓜 还要努力保持平衡 西瓜是我们加东乡 时光剑 我们有号称西瓜的原乡 这边的那个嫁接技术 就是我们西瓜的小宝宝 的央苗 那个小苗都从这边出去 虽然天工不作美 活动仍吸引超过五百人参加 民众立西瓜吃西瓜 也让今年端午特别不一样 记者赖军心 吕昭燕 SNG小组 评农报道 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 찾으 所以勿奋 sociét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